男孩开局心脏被摘除 可他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他身体所有器官被掏空 他不仅没死 还能和笑话谈情说爱 甚至能请到美艳医院院长 帮他找回身体器官 原来男孩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欲望世界 他的名字叫王命 原本他曹贼当得好好的 可当他一觉醒来后 觉得身体有些空虚 并发现自己在一所废弃的工厂内 再注意到身旁血迹斑驳的手术包 忽然王命意识到什么 猛然往自己的身体看去 那上下贯穿的缝合线 他立马明白了自身的恐怖遭遇 王命挣扎着起身 想拿回手机打电话给帽子叔叔 其他器官不爽 妖子没了他的未来快乐生活 岂不是一去不复返 隐约间 王命似乎想起两名医生的交谈 由于大环境不好 妖子价格大跳水 为了更多的利益 就把他所有器官掏空了 这时王命终于拿到手机 却发现手机所有界面消失不见 只有一个名为欲望世界的APP 此时的王命 已经能够看到太奶向他打招呼了 他为了能够活下去 死马当作活马医 选择启动那个欲望世界APP 差那间 一道低语传入王命脑海中 他管不了那么多 为了活下去 为了找回妖子重振雄风 不管三七二十一选择确定 下一刻场景变化 王命来到了欲望世界中 他看了看自己 好消息是还活着 坏消息零件是真的没了 这是一辆公交车向着王命驶来 紧接着一双嗨丝长腿迈出 长相奇怪的美女突然映入王命眼帘 王命叹了生气 他还是喜欢正常的美女 这幅没有被吓到的神情 也是似乎引起奇怪美女的注意 王命可不在乎 现在他什么都没了 除非直接干掉他 不然没什么好味觉的 奇怪美女无视了王命的话语 然后对着王命做一个邀请的手势 请他上身后的公交车 闻言的王命不仅无动于衷 还命令奇怪美女说 少爷请上车 奇怪美女顿时傻了 紧接着张开小嘴 只不过他的皮肤开始脱落 整张脸四分五裂渗出血水 然后张开性感大嘴 高昂喊着请上车 然而王命却是给了奇怪美女一巴掌 他身上什么器官都没了 还会拍这个吗 王命屁腻看着奇怪美女 再次命令他说少爷请上车 奇怪美女怒视着王命 可似乎又拿王命没有办法 只能咬牙强忍着怒火 遵守王命的指令 恭敬地说出那句话 王命这才满意一笑 迈开脚步走上公交车 只不过当王命一上车 他身上却是多了一件新衣服 扫尸了一眼车内 也不在意众人的眼光 目光锁定到一位身材娇好的妹子 王命立马坐到她的旁边向她搭讪 不料奇怪美女忽然兴奋起来大喊 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聆听神的低语 神说属于各位的挑战 现在开始 同一时间 现实世界的某处废弃工厂 一名医生走了出来 迎接她的是乡车美女 医生把她手中的箱子 放到了美女面前 摘除的器官都在其中 美女舔了舔嘴唇 夸奖了医生干得不错 医生有些自得地笑起来 可下一秒她笑容戛然而止 拿手枪崩碎了她的脑门 弥留之际 她眼神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美女则打开箱子 从所有器官中拿出了心脏 然后缓缓放到了嘴边 她似乎已经能听到神的低语 反观欲望世界的公交车内 售票员告诉所有人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在过十分钟 公交车会经过一座大桥 只不过大桥年久失修 承载不了太多人 所以为了防止大桥崩塌 投票选出车内一个人下车 就能安全渡过大桥 只有完成最终挑战的人 神才会实现你们的欲望 从现在开始时间还剩九分钟 听闻此言 车上有人询问下车会怎么样 当得到回答是一个死字 王命倒是觉得没什么可怕 可怕的是手机还没格式滑 不过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为了不被驱赶 有孕妇说自己怀孕了 有人说自己得了癌症 有人说自己儿子在重症监护室 反正这一刻众生百态 不能下车的理由五花八门 这是一位眼睛大叔打断了众人 事宜时间有限还是投票决定 率先选择的就是那位孕妇 认为他之后将会成为团队里的脱油品 当一人当了恶人并做出了抉择 事不关己的所有人 都选择分分附和 孕妇急了 质问他们还是不是人 想要扼杀未出世的小生命吗 然而眼睛大叔却是反问他 来到欲望世界 每个人都有想要实现的愿望 而你用怀孕来道德绑架我们 让我们下去送死就不觉得残忍吗 孕妇被这话赌得无话可说 所有人顿时分分附和 张口闭口满嘴为了团队着想 让孕妇自觉下车 无边绝望敢充斥着这位孕妇全身 在售票员告知时间所剩不多之时 有人站起身打开车门 开始强推孕妇 然而王命却是察觉到一丝不对 伸手把将要下车的孕妇拉了回来 并示意自己还没有投票 众人可不管王命的说辞 他一个人的票数有什么用 这是大家的决定 王命停静地反问他们 不觉得自己的逻辑错误吗 然后指向售票员 他是说一个人下车才能过桥 但没说过要在他们当中选人吗 这话顿时让售票员怒目而视 歇斯底里让他们快选人 时间只剩一分钟 王命知道他急了 眼睛大叔有些迟疑 王命反讽他不是为了团队吗 那为什么不让团队之外的人下车呢 众人醍醐灌顶 让NPC下车那他们也不用背负杀人致命 所以全场目光悠悠看向了售票员 售票员气得浑身颤抖 然而王命走到他的身前示意 公主请下车 售票员大声反驳 不能强迫他下车 王命嘴角微微上扬给出致命一击 通过刚才上车时打他的脸没有反手 可以得知某种规则 那就是售票员并不能伤害乘客 售票员急了 想要堵住王命的嘴巴 却被王命反手一巴掌打到吐血 最后一脚踹下了公交车 车门也随着关闭 并在公交车的前方告诉他们 下一站是哭泣的黄昏 这时的王命微微一愣 只见一张扶纸凭空出现在王命手中 一道信息传入王命的脑海 这张扶纸为恶灵车票 使用他将会得到恶灵的力量 王命才不管他诡不诡异 直接就是塞在怀里 能爆出装备那是理所当然 忽然公交车猛的急刹车 他们的目的地血色进老院倒了 众人有序地走下车 只不过轮到下车的孕妇突然惊呼一声 只见一个破碎的洋娃娃映入眼帘 那诡异的面容 吓得孕妇差一点被过气去 王命随手一脚将他踹开 示意孕妇就一个破娃娃没什么 当所有人都下车后 公交车直接离他们而去 众人见状也只能往静老院内走去 忽然大门打开 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位美艳玉姐 他开门见山表示自己是这里的院长 然后让众人跟上他 只不过内部的静老院又破又久 还有手脚插在天花板上 把笑话吓得紧紧抱着王命不放 而院长开始宣布他们的任务 每个人需要负责三个房间照顾老人 房门口有子女留下的信息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信息照顾 在一楼最右边是公用的厨房 厕所则每个房间都有 紧接着院长从怀里掏了掏 拿着一堆任务卡扔给众人 临走支持院长提醒他们 天黑最好不要从房间出来 晚上也不要睡得太死 而王命拿着任务卡 来到203房门前 再看了一眼留下的信息 王命不由一怒 要求可真多 要知道一公可以没有工资的 不过要吃熟食物 也只能前往一楼的厨房 反观厨房内 众人已经干得热火朝天 王命选好牛肉后 他一边烹饪食物 一边听着众人的交谈 还别说有用的信息真不少 就比如眼镜大叔 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从他嘴里得知 每场挑战都不会重复 所以也不知怎么规避危险 不过眼镜大叔提醒他们 如果能走到最后 最好不要许愿死人复活这类事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又怎么能够确定用这种方式复活 还是原来的他吗 众人闻言心中不由一颤 询问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话是鬼吗 眼镜大叔也不知 但确定的是那一定不是人 而且只有将死之人 或某个欲望达到极致 才会进入欲望世界 我知道诸位很难听的进去 但我还是要说 当欲望缠身 死法而始终解脱 当交谈结束 王命的牛肉也烹饪完毙 他回到了203门口前 见敲门没人响应 王命直接推门而入 漆黑的屋内 一位眼冒清光的枯兽老人 映入王命眼里 王命把牛肉放到桌上 老人缓缓来到王命的身前 他低下头秀了秀 立马抓着牛排撕咬吞咽 王命见状本还以为 这次任务挺简单 不料老人突然面目猙獰 对着王命嘶吼 在王命没反应过来时 就遭受到了袭击 老人一手插进了王命的胸膛 紧接着不停地在里面掏来掏去 然而什么也没有的触感 令老人当场愣住 不幸邪地他拔出手掌 换一个角度 再次插入王命身体里 结果还是如出一辙 老人傻眼了 什么器官都没有 这还是人吗 王命咧嘴一笑 反问老人掏够了没有 紧接着他拿出那张恶灵车票 王命的眼眸瞬间化作一片星火 他的身上荡起恐怖的气息 下一秒 王命捏着老人的脸 重重地砸向地面 然后向上抓起 重复刚才的操作 不吃牛肉是吧 掏我的身体是吧 真是老虎不乏威 当我是Hello Kitty呢 一次又一次地砸入地面 老人嘴里只有阿巴阿巴传出 王命笑着看他示意 自己听不懂了 不过这时孕妇找来 他是来请求王命的帮忙 下一秒 他的瞳孔剧烈收缩 眼前的场景令他脸色瞬间惨白 剧烈冲击下直接被吓晕了 王命便无视了他 此时的王命在身后恶灵的加持下 恶意已经要溢出屏幕 他抓起鬼怪老头反问 我的任务是照顾你 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想打爆你的头 然而下一秒 王命身后的恶灵消失不见 王命怒了 才三分钟就没了是戏狗吗 他掏出恶灵车票 装备再次召唤 却被恶灵车票告知 每次恶灵的班次需要三个小时 王命无语 不就是既能冷却时间吗 他本想对鬼怪老头道歉 可被他吹怕的鬼怪老头 对他却是无比惧怕 王命幻笑起来 询问他吃不吃牛肉 顿时老头抓过地上的牛肉 就是往嘴里塞去 王命便把目光放到孕妇身上 他不打算让自己的恶灵底牌暴露 所以把孕妇往房间里拉去 不过身体上的拉动 也是让孕妇醒了过来 当余光扫射到身后的王命 孕妇顿时被吓大喊救命 毕竟刚才那场景可是深深映入他脑海里 王命一把捂上孕妇的嘴 摊牌示意自己是属于相关部门 让孕妇为自己保密 孕妇飞快点头的同时 也说明自己是来寻找帮助的 只要能帮助他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王命 现在恶灵车票时间冷却 王命也只能表示自己不能打包票 他不可能会搭上自己 孕妇答谢的同时 也介绍自己名字叫云林 任务是帮助一个老太太洗澡 两个半小时后 众人汇聚在大厅中 只不过每个人都叫苦不迭 他们都受了不轻的伤 直到那位眼睛大叔的到来 让众人不禁瞪大了眼睛 只见大叔的一只脚已经没了 大叔示意自己没事 一条腿没了就没了 不过当没有见到 令他们印象深刻的王命 不禁有些好奇他去哪了 然而这时院长质问 他们在这干什么 任务全部做完了吗 可众人已经被那些奇怪老人吓跑 纷纷询问完不成任务会怎么样 院长意味不明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这些义工虽然做事不行 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忽然院长直勾勾地盯向后方 原来是王命两人来了 院长来到王命的身前 示意他有嘴滑舌可没用 任务完不成的话 也只能公事公办 然后附在王命的耳边 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话 院长说自己晚上会单独来找他 王命人麻了 尽管院长也是风韵有存 但是他不想做恶灵骑士 等院长走后 众人开始围上王命 好奇他是怎么照顾老人做到不受伤了 眼睛大叔看向王命 大家都是人类 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 发现什么游戏机制还请说出来 王命不经无语 这个大叔还真是道德绑架的高手 而他最讨厌就是被人摆嫖 直接拉着孕妇云里准备走人 大叔立马大喊王命等等 反问他不想知道欲望世界的情报吗 王命停下脚步看向他 大叔愿意把上次参加欲望的情报 拿出来分享交换线索 然而这次的情报 令众人都不由感到震惊 原来在上次的游戏中 让大叔看到了欲望世界的真相 原本在现实世界的大叔英赌博 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 每天都被要债的打个半死 然而有一天他接触到了欲望世界 进入之后并完成了一场挑战 当时大叔许的愿望是要一百万 然而当大叔回到现实世界 的的确却是收到了一百万的打款 但这并不是无中生有 他的爸爸却从他工作的建筑工地 意外高空坠落摔成了植物人 而他得到的一百万来源 就是工地的赔款 所以他许下愿望的代价 却是他爸爸永远躺在医院里 文言的王命理解了 欲望实现的方式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他的欲望是找回身体器官 有可能回来的器官是已经腐烂的 又或者是触发某个事件 从移植了自己器官的人身上打回来 说完的大叔 请求王命分享他的线索 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三个房间 现在才第一个他就少了一条腿 可是王命也压根不知道 他不过是暴打老头 如果告诉这一招 也只会令他们死得更快 所以王命也只能如实告诉大叔 他真的没有获得游戏机制 助他们好运的同时 便拉着云黎走人 回到203房间找那个老头问问线索 只不过老头已经被王命打怕 而云黎这时询问王命不是官方人员吗 为什么不帮助他们 王命一时无言 王命当然不会说自己是冒充的 不过又反问他 那些人都很心把他扔下车 还为他们说话呢 云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如果当时真的必须抛弃一个人的话 或许我也会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吧 只是我也有不得不实现的愿望 原来云黎的丈夫是消防员 前不久他在一次 救援行动中英勇牺牲了 而他的胎儿却被检测出畸形 医生建议他流产比较好 可这是他丈夫留下的孩子 哪怕被医生断定活不下来 但云黎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丈夫唯一的孩子 王命沉默片刻 把目光转向那个鬼怪老头 通过一系列的询问下 原来老头并不喜欢吃熟食 也就表明门外留下的信息是假的 不过通过这件事王命倒也猜测出 门外的信息大概率是反着来的 并把这个线索告诉了云黎 见云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王命也不好说出那些话 毕竟大叔说过的遭遇 通过许愿方式留下孩子 那孩子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之前风韵犹存的院长 告诉王命今晚要来找他 王命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恶灵骑士 不过这时敲门声响起 老头不等王命吩咐 就主动打开房门 院长看了一眼王命 就命令王命跟上他 文言的王命思想挣扎了一番 还是选择保护自己的清白 虽然不知道身为曹贼的他哪来的清白 王命表示自己妖子没了 爱已经没有了 还主动扯开衣服给院长看 然而实际上 院长只是让王命去401找人 义公和老人都不见了 只要王命找回来 不会给他白干活的 说完迈着大长腿就走了 而王命没有记错的话 401是那个笑话妹子负责的 下午在大厅中确实没有看见他 只是随着王命上楼 一道道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响起 下一刻 王命反应过来 他穿的是运动鞋 怎么可能是高跟鞋的声音 忽然一声低语在王命耳边响起 并且舔了一下王命的脸颊 王命顿时头皮发马 本想迈开步伐跑路 却被一只手按住 见此王命准备动用大威天龙 下退附在他身上的女鬼 可却发现自己的手也动不了 余光看着朝自己靠近的女鬼 在察觉女鬼没有束缚自己了 王命飞快迈开腿跑路 一口气直接跑到了四楼 王命松了一口气 然后回头看去 发现女鬼的手跟脚居然是分开的 再想起之前的舌头 以及女鬼让他等等 王命不由猜测女鬼的身体 散落在这个楼梯间 如果王命等女鬼拼权了身体 怕是要去领盒饭 接着王命来到401门口前 看着留下的信息 是让人不要陪老人捉迷藏 那么真实信息反过来就是 陪老人玩捉迷藏 当王命进门时 发现屋内 也没有外面信息留下所说的窗帘 忽然外面传来脚步声 王命扭头往外一看 正是那位笑话妹子摇曳着身姿 哭着喊救命 在看到王命 立马扑到王命的身上 尽管妹子香香软软的 但王命更想知道老人去哪了 笑话哭泣说他一直陪老人玩捉迷藏 没有按照门外的信息照看 然而这话令王命一正 笑话误打误撞到正确方法 可为什么会这么害怕 一瞬间王命以为他猜测是错误的 原来在两个半小时前 笑话正在陪他负责的老人玩捉迷藏 不过当笑话找到老人后 老人又要求笑话重新玩 然而等到笑话第二次找到老人 老人居然变成了两个人 然后笑话他每玩一次 就会多变出来一个人 现在那个窗帘后面已经多到站不下了 而王命已然来到不远处 果不其然窗帘后站着一整排的老头 说到这 笑话主动贴上王命 说要成为他的女朋友 王命没有被美色冲昏头脑 他只是来完成院长交代的任务 保护他也只能见机行事 然而笑话却把王命往前推 说什么王命已经是他男朋友 必须要保护他活下来 然后丢下王命自己跑了 王命不经无语 女人果然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下一刻 他直接过去把窗帘拉开 顿时一双双星红的眼睛盯向王命 而那河马头全都怪笑向着王命走 张开血盆大口大喊着找到你了 王命可不拒 立马掏出恶灵车票 来一个恶灵铠甲合体 看着袭来的河马头 王命大手一张 直接就是把河马头按进地里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河马头袭来 王命开始大杀四方 只不过河马众多 一个不慎 王命被穿堂而过 河马们顿时笑了起来 可下一秒 王命撕碎了那根手臂 他身体里什么器官都没有 怎么可能被影响到 只不过是他缝合线被拆开了 在盛怒之下的王命 仅仅过去两分半 就把所有河马打趴下了 王命站起紧盯着王命 然后又朝着王命扑了过去 只不过不一样的是 这次由于外边的援约 令河马有了分歧 有的想去赏约不想打架 而这话引起了王命的注意 他想起老头就是血跃出现后 才狂话攻击的 在联想之前院长所说 天黑就不要再出来 也就是说危险藏在这月光之下 这些房间里没有窗帘 如果真听院长的话躲在房间里 老人被血跃照到结果可想而知 院长这是纯拿他们这些人 当饲料喂给这些老家伙啊 看穿一切的王命 一跃来到河马们的身后 迅速把窗帘给拉上 遮挡月光的照耀 下一刻 河马的身影开始消散 一位老人的身影从心显现而出 王命知道自己猜对了 再听到老人要玩捉迷藏 王命像安慰小孩似的 劝老人回去睡觉 明天再接着玩 紧接着王命来到一处卧室 拿上被子 在外面画个人 陪他等待恶灵车票冷却时间 毕竟现在血液没消失 乱跑太过危险 不过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只见笑花一脸恐惧从楼梯爬上来 请求王命救救他 可下一秒 一只惨白的手抓上了笑花的脑袋 把他拖下了楼梯间 王命冷漠无视了这一切 都是自己选择的路 自己要为自己负责 三个小时后 恶灵车票冷却完毕 王命飞速地跑下楼 只不过在中途停下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因为笑花就只剩了个鞋留在了这 笑花虽好 但王命也不会为了他搭进自己的小命 在他死后 就回到了被他打服的老头房间 只因被打服的老人 被血月照到才不会狂话 王命也是让他把明天想吃的东西写在纸上 拈得又捶他 老头是一生肉就行 王命看着有些好奇 怎么老喜欢吃生的东西 原来老人其实并不喜欢 而是他的儿子喜欢 墙角旁盛的肉都是留给他儿子的 至于腐烂了也没吃是因为 老头不知道他儿子哪一天会来 王命看得有些沉默 老头在等自己的儿子 殊不知他儿子永远不会来 早就把他丢在这诡异的敬老院自生自灭 正如同那爱意留下的生肉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滋生出了腐败的臭味 王命对这欲望世界了解更多了一分 等时间来到第二天 王命扫视了一眼 不出意外人又少了一些 但还好那位孕妇雪梨还活着 雪梨看到王命那一刻 对他也是无比感激 这时一道清脆的脚步声响起 美艳院长来了 夸奖了一声不错 人生的还挺多 又拿出了一堆任务卡扔给他们 便舔了舔嘴角 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们 然后看向王命让他过来 领取昨晚去401找人的报酬 给完的院长拉过王命 告诉他今晚还会来找他的 王命哭了 他真的不想做恶灵骑士 不过他有些好奇院长给的报酬是钱吗 眼镜大叔出声表示没错 这是欲望世界通用的货币 也被其他挑战者称为许愿币 大叔见王命有些不在意模样 也是让王命不要小瞧了 他上次就见到挑战玩家 为了十块的许愿币就自相残杀 而大叔更是好奇王命昨晚做什么 才让院长给了他那么多许愿币 王命如实回答就是去401找老人和义工 此话一出 又有更多人好奇王命 是怎么赶一个人在晚上去四楼的 到底有什么线索 希望王命分享一下 大叔也站出来分享有关于欲望世界情报 不会白嫖的 文言的王命嘴角一翘 他就知道这老小子还藏着私火 接下来大叔的情报令众人有些惊讶 因为欲望世界都是暗区域来划分人的 也就是说在场之人基本都来自一个市 雪梨文言想起了之前一个小伙在车上说的话 他立马转向他询问 他爸是不是在中心商场救火受伤了 也表明自己的丈夫叫秦红 小伙惊讶了 这不是他爸的队长吗 而大叔接着示意线索不够的他 等他出欲望世界 会转让给王命十万打谢 其他人也是紧跟着附和 然而实际上王命 本想就想让雪梨去公布那条线索了 不过现在还有意外收获 王命也不藏着掖着 告诉他们那条反着看的信息 等沟通完之后 王命来到新的任务房间前 他看了一眼留下的信息 便推门而入 却没看到人在哪 就在这世王命身后窜出一道人意 他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王命扑来 掐住王命的脖子 询问他的女儿在哪 如果见不到他的女儿就杀了王命 见状的王命本想用恶灵车票 可想到门口留下的信息 这位老人什么也记不得 于是王命直接喊他为妈 宝贝女儿看你来了 话语一出 老人缓缓浮出问号 你是小方吗 王命连忙点头 我是小方啊 您不会把我忘了吧 老人恢复了面容 可他有些疑惑自家的女儿怎么有两个倍 王命表示自己只是衣服穿的宽大一些而已 然后让老人进屋不要在外面待着了 刚才都把他弄疼了 老人道歉的同时说 以为是院里的护工吗 这话令王命不仅起意 他们挑战者不就是护工吗 连忙询问护工怎么了 他们人不是挺好的 不料老人却说王命被他们骗了 这里的护工经常不给吃的还打人 而且他们还会给老人们打一些针 被打针的老人都去世了 这些话令王命更疑惑了 不过也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而老人也想让王命带他走 王命没有拒绝 说等他这阵子忙完 时间来到晚上 院长又来找王命 给了王命一个搬货的任务 要他之后送到第五楼来 并严重警告不能打开箱子 王命有些疑惑 但也没说什么 却殊不知院长现在很愤怒 他不懂为什么昨晚护工一个没死 不多是王命来到敬老院外 一位快递人员正把一个箱子搬下来 王命走上前去跟他搭话 但快递人员对他爱答不理的 也不理王命询问箱子里有什么 王命叫住他事已有花子 结果快递员上前索要 却被王命指着他自己的胸口 快递员顿时对王命怒目而视 居然敢耍他 不料一张百元血愿壁甩在了他的脸上 快递员看呆了 立马谄媚的说都是误会 然后掏出一根花子递给王命 王命不要只想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快递员表示可能是一些镇定剂之类的 专门给敬老院不听话的老人用的 文言的王命了解了 这应该就204老人说的真 这时快递员反问王命 这么晚出来就不怕撞见那个东西吗 可话语一转 又说这是机密 王命再次掏出两张百元大钞 看向快递员询问还是机密吗 快递员连忙摇头 原来很久以前 有个小姑娘特别有孝心 为了能一边赚钱 一边照顾自己病重的母亲 她自愿放弃大好的钱场 选择来这家镜老院当护工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谁知道有一天 那姑娘的母亲忽然失踪了 等在找到的时候 尸体居然零零碎碎 被人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 而且还是每一层都有的那种 然后那姑娘疯了从楼顶跳下来 后来有没有找到凶手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快递员示意自己还要送货赶时间 将一盒火柴和蜡烛递给了王命 可以保护他上楼 王命拿着快递小哥的蜡烛 有着他在 王命上楼再也不用怕被女鬼追逐 只要在烛光的照耀下 女鬼根本不敢接触王命 这让王命得意不已 就算他面前垃圾桶有动静 王命也不怕 直接打开查看里面是什么 结果就是笑话的脸皮映入王命的眼里 也令王命明白 昨天之所以没看到笑话尸体 他是因为被分开扔进了垃圾桶里 王命只是感慨了一声 也没多愁善感 毕竟他腰子已经没了 之后王命抱着快递箱 来到敬老院最高楼层501门口 发现门外并未留下什么信息 好奇的王命推门而入 院长突然出现在王命身旁 询问他在干什么 王命后退两步半 示意自己只是不知道把快递箱放了 院长吩咐王命放到大厅就行 不多时 院长跟着王命来到大厅 让王命把东西放下 手中拿着给王命的报酬许愿币 可忽然院长大变模样 他美貌容颜消失不见 露出半边脑袋的诡异面容 王命知道大事不妙了 他没想到院长被血液召到后 居然也会受到影响 诡异化的院长瞬间朝着王命杀去 王命立马动用他的恶灵车票 但是院长的速度太快 尽管王命反应过来 还是被院长打爆 差点就被嵌入墙里去 而院长嘶吼着 又朝着王命杀去 见王命想要反抗 院长诡异化的面容很是不屑 然而下一刻 王命消失在院长眼前 因为王命自知打不过院长 所以也是划铲跑路 但是危机并未解除 想要解除院长的诡异化 那只有阻止他被血液召唾 可王命来到窗边 却发现大厅窗户没有窗帘 王命傻眼了 在他愣神的功夫 院长已然追到了他的身后 以手带刀准备解决王命 王命却在这时大喊 你们在干嘛 还不快点砍他 见院长被自己带进去往后看 王命趁着这个机会 一拳轰在了院长的脸上 尽管把院长嵌入墙里 但恶灵车票的时间只剩下一分钟 而院长什么事也没有 再次朝着王命追赶 危机时刻 王命看到被院长封锁的501房间 他一脚狠狠踹开 在院长着急的目光下 王命给了他一个友好的手势 就把门给关上了 与此同时恶灵车票的时间结束 然而当王命转头看向身后 却不禁令他瞪大了眼睛 指引还在护工时期的院长 映入他的眼面 原来是一个放映机 只见在荧幕上 那时院长还在当护工时 照料他生病的母亲 而院长不停掩面哭泣 述说自己要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无论去借高利贷 还是去向亲戚借钱 全部被人拒绝 甚至还被高利贷的人殴打 让他还钱 无依无靠的院长崩溃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 医治无底洞的母亲 所以崩溃的院长拿上枕头 亲自结束了自己母亲的生命 自此影片全部结束 看到这王命才明白 院长就是司机口中的那个姑娘 而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就是他自己 只是让王命疑惑的是 楼梯里的女鬼是院长的母亲 那么把他自己母亲分尸 真是院长自己下手啊 王命百思不得其解 时间来到第三天 又是一楼大厅内 眼睛大叔表示根据他的经验 这次挑战应该要结束了 院长说过每个人照顾三个房间 今天是照顾老人最后一个 所有人听了无不高兴 更是期待自己要去许什么愿望 可王命却觉得并未这么简单 这是一双大长腿走来 明天一早老人的子女会来看望他们 而王命他们的任务就是 在子女来之前 给老人们注射镇定计 让他们安静听话 随即院长将所有人的房间号给他们 告诉他们 在子女看望完后 也代表着他们任务结束 但是如果完不成任务 引起子女们的不满 那么他们的后果将惨不忍睹 随着院长离开 大叔拉着王命到一旁说有些不对劲 他上一次参加挑战 最开始的挑战可是有五十个人 而在最后完成挑战之人仅仅只剩三人 王命明白大叔的意思 是现在剩的人太多了 大叔点了点头 在欲望世界 幸存者是少数 全军覆没才是常态 现在还剩下那么多人太反常了 或许明天任务结束 也是他们生命的结束 文言王命把那个箱子里注射器有问题 分享了出来 告诉大叔根据他昨晚照顾的婆婆说 那些注射器汇要了他们的命 听到这大叔就懂了 这次任务的坑就在这 如果老人死了 那么他们子女根本不会放过他们 不过王命也表示这条线索 他没有验证过 不能保证百分百准确 而且院长的语气也表明 如果不给老人注射 院长说不定会对他们下手 所以王命对于要不要告诉其他人 也是让眼镜大叔决定 接下来王命则要去205房间照顾老人 他看了一眼外边留下的信息 说老人有精神病 进入门内的王命是不幸的 果不其然一个老人被绑在床上 大喊着自己没有病是正常人 说完就诡异话 大骂着王命该死 然后用他的舌头袭击王命 然而王命却是直接扯开了老人的束缚 看着老人充满怨气 看着自己 王命以为自己猜测错误 见老人又要袭击自己 王命准备动用恶灵车票 不料老人说王命踩着他舌头 王命连忙把舌头塞回去 在两人友好袒露心扉的交流下 他们也是处成了好哥们 于是王命便问老人 刚才他进来时 说的该死之人是谁 听到这话的老人咬牙切齿 嘴里念叨着一定要杀了他 王命结合外面留下的信息 询问这个他是指老人的儿子吗 然而儿子这两个字 仿佛是触发了老人的神经 甚至开始对王命展开袭击 见状的王命大声说 他儿子已经死了 此话一出 老人迅速冷静下来 王命便知自己猜测的没错 而老人收回舌头 询问王命他儿子是怎么死的 可王命也只是随口一说 他表示人都死了 怎么死的还有意义吗 文言的老人也不再询问 王命上前追问老人 五毒上布石子 为什么希望他儿子死呢 原来两年前 老人的老伴生了重病 医生说有希望就回来 只不过要八十万治疗费 老人便打算把家里房子卖了 可他儿子死活不同意 本来那个房间 就是老人买给他儿子的 结果到头来一套房子 居然比他亲生母亲的命还重要 现在那个不孝子死了 老人是歇斯底里的高兴 突然老人停下笑声 询问王命明天是不是探亲的日子 然后拍了拍王命的肩膀说 好兄弟该跟你道个别了 王命疑惑老人为什么要这么说 老人表示每次有亲属探望 静老院的护工就换一批 住在这里的老家伙也会少很多 想当初这里可热闹了 在第三晚时间结束 来到第四天的早上 老人们的亲属如实抵达 他们迫不及待地去看望自己的父亲 结果尖叫声响车静老院上空 因为他们的父母死了 然后开始指责起护工 大骂他们是怎么照顾的 要护工们一命长一命 而挑战者们无论怎么辩解都没有 那些子女们开始化身诡异 对着挑战者展开图路 院长在上方静静看着一切 血腥的杀戮似乎令他无比的买 另一边的静老院二楼 雪梨逃到了这就再也走不动 危急时刻 王命一拳轰在了诡异身上 这时的他已然启用了恶灵车票 看着更多的诡异袭来 王命只能拉上雪梨的手逃跑 导致王命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打针会死 不打针也会死 因为雪梨和他都没有去给老人们打针 结果还是被袭击了 不过讲道理应该有一个选择是对财合理 王命再次打飞一个来袭的诡异后 他发现恶灵的力量变强了 很快王命反应过来 不是恶灵力量变强 而是恶灵居然在吞噬他 但他现在状况 恶灵车票也并不能解开 也就是说 恶灵一直等待这个时机 王命咧嘴一笑 那就看是你吞噬我 还是我控制你 这时眼镜大叔呼唤了王命一声 告诉王命镇定计不是院长买的 听到这话 王命瞬间明白了 毕竟除了院长 能做到也只有老人们的子女 他们希望自己年迈的父母早点去世 逃命中的雪梨 深感自己是个累赘 对着王命不停道歉 王命示意没事 并且他想到了一个离开靖老院的可能 就在恶灵车票时间倒数下 在最后一秒时 王命来到了第一个他照顾老人的房间内 然后用门堵着变成诡异的子女们 询问他们203的老人是谁的父亲 并把那些腐烂了的生肉展示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这些生肉 全都是老人留下给他儿子吃的 就因为他的儿子喜欢 现在你却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吗 并且想要他死不是我 而是他亲手养大的你 话语一出 外边诡异化的子女其中一个 缓缓地变回了原来样子 他怒喝着王命这能代表什么 说是留给他吃 可东西不是腐烂就是过期 甚至还把食物藏在兜里 这个不恶心啊 王命被这话气坏了 他拿出一张纸条扔给黄毛 质问他这就是你说的恶心吗 原来纸张上记录着全是黄毛爱吃的食物 以及期盼他的到来 原来随着老人的年龄增大 老人其实不知道食物的保质期是多久 但他知道的是 他儿子喜欢吃的食物 以及食物最开始没有腐烂也不脏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期盼的儿子从未来过 黄毛看到这再也绷不住了 他走向自己的父亲伸出手 爸 我来接你回家了 老人握上他儿子的手 露出释怀的笑容 然后在王命他们眼中缓缓消散 而这其实是王命他们忽略的一件事 这个任务叫哭泣的黄昏 黄昏指的就是这些老人 可黄昏不该哭泣 也就在这一刻 所有诡异化的子女们停下了攻击 仿佛等待某种救赎 接下来王命带着一女子 来到204房间内 女孩看着母亲始终没有忘记他 哭得一个泪流满面 说自己错了 就在王命准备前去205房间 一男子拉上王命的手表示 想打感情牌是没有用的 他的父亲一直想要杀他 因为他为了钱放弃治疗自己的母亲 他的父亲不会原谅他的 王命却说他错了 你想要的不是父亲的原谅 而是你自己的 男子嗤笑一声 并告诉王命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会进这个房间 等王命进到屋内 是之前和王命称兄道弟那位老人 王命开门见山说自己骗了他 他的儿子并没有死 老人尽管知道了真相 却没有再对王命动手 王命却在这时说他儿子虽然没有死 但是也活不长了 他得了严重的病 需要移植心脏手术 但是医院提供不了匹配的心脏 老人连忙询问自己心脏可以吗 王命好奇问他 不是想杀自己儿子吗 怎么现在却想救他 老人也说出了当初实情 其实他的妻子已经放弃治疗 不想拖累自己的娃娃 是他逼儿子买房 却没想到自己儿子拒绝的那么果断 院长不会让他离开敬老院 所以他心脏就拜托王命了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 老人的儿子对着他父亲下跪 哭喊是自己错了 老人缓缓走向他 摸上他儿子的头 你没事就好 接下来云里也用这个办法 解决了他负责的三个房间 只不过这个办法想到的太晚 其他的挑战者已经全军覆没 王命询问雪梨知道挑战的尽头是什么吗 见雪梨不知 王命也是说是嘴顿 夏梨干大一笑 是一等出去欲望世界请王命吃饭 可就在这时院长拦在了王命身前 他不想让任何人活着离开敬老院 而王命的恶灵车票在冷却时间 就在院长袭来的一瞬间 王命掏出了一个瓶子 扔向了院长 只见砸院长脸上的瓶上 写着安眠药三个字 王命告诉院长 这是他在501床底下找到的 文言的院长不由愣住 原来其实并不是院长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而是他的母亲在院长之前 就已经吃了一整亭的安眠药 院长听破防了 他不相信这个事实 王命趁着这个机会 拉上雪梨冲向敬老院外 在出门的一刹那 他们的挑战就已经结束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仰而轻不带 这句话警示的一点都没错 王命他们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一只雪白的手伸向王命 一道人引在王命耳边呢喃 聆听神的低语 你的欲望将会得到回忆 紧接着一张羊皮纸出现在王命眼前 这是让王命写下他的愿望 王命便拿起笔 毫不客气地写下了恢复他所有器官的愿望 但下一秒 他愿望开始消失 因为这个愿望并不能实现 一个愿望似乎只能找回一个器官 那他回现实世界不还是会死 于是王命又在纸上书写他的愿望 比如成为世界首富或者世界主宰什么的 可这些愿望统统不能实现 王命老实了 说自己只想要活着 这次神总该答应吧 因为愿望符合神明的逻辑链 尽管王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也是令他回归了现实世界 还是那个达他器官的手术室 而王命手机上的欲望里 屁屁正在消散 王命看着自己缝合的身体 他好奇自己现在没有器官 还算得上人类吗 不过到现在王命都想不通 院长为什么要分尸他母亲丢到楼道 却殊不知在欲望世界的金老院中 院长看着他身前的人影 不停在对着他哭泣道歉 这是院长的母亲 而老人微笑看着院长 妈从来没有怪过你啊 是妈拖累了你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 可老人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一抹血色映入院长的眼帘 一道刀光划过老人的身躯 在空中旋转几圈 那柄柴刀被一人握在手中 只见这人浑身肌肉头顶突出 他大骂院长是个废物 院长恐惧地向后退去 可他还是忍不住质问屠夫 已经帮他杀了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还不放过他的母亲 屠夫冷哼一声可笑 你第一次的欲望 是从亲情中解脱 第二次的欲望是复活母亲 神不是都帮你实现了吗 虽然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但是谁让你自己没说清楚 复活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呢 说完屠夫就撕碎了院长的母亲 丝毫不顾院长的苦苦哀求 紧接着屠夫捏着院长的脸 警告院长下次再有人离开进老院 却不知一道人影正默默注视着他 女人舔了舔嘴角 似乎有些满意王命的出现 在新世界继续聆听神的地狱吧 不久后的医院 几人的交谈声引起了王命的注意 王命侧耳倾听 便知道了这几人 是欲望世界眼镜大叔的亲戚 他们寻找不到大叔的人 王命没有去跟他们说 大叔已经回不来了 接下来CT轮到了王命 当王命照了一番后 医生却是汗流加倍 让王命明天再来检查 因为医生不知道是不是机器坏了 根本拍不清楚王命的器官 闻言的王命便知道结果 好消息是他活了 坏消息他的器官是真的没了 不过虽然他没了器官 但是吃喝拉萨一切都是正常的 王命看向一旁的美女血针 他思绪万千 不知道那个功能还能不能用 忽然他打了自己一巴掌 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 但回家动的手应该就能知道 然而没了腰子的王命 似乎更受女孩子的欢迎 又有一女子死死紧紧盯着王命无访 而在走回去的王命 在手机上寻找林海市的失踪人口 可欲望世界死亡率那么高 却从来没有失踪人口的报道 这时王命之前打工老板娘 给王命打来电话 怒吼王命怎么还不来上班 质问他工资是不是不想要 说完就给王命挂了电话 王命只能飞快地跑向打工地方 与此同时林海市的一小巷口 一女孩抱着猫哀求小混混们放过他 一胖一兽混子人见状哈哈大笑 尽管女孩子愿意给他们钱 但是女孩的高颜值 以及这副我见油帘的样子 让两名小混混起了不该起的胆意 这是一位男子大喊他们助手 可在跑向小女孩的途中 却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胖子切了一声 然后一脚用力狠狠地踩在男人的身上 就你林书玉也想英雄救美吗 林书玉陪笑着说 欺负女孩子没意思的 还是来打他吧 可这副模样更是引起两人的愤怒 对林书玉下手更加的狠辣 林书玉抱着头大喊 打了他就不要再打女孩子的主意 小女孩看得于心不忍 也是不断祈求两人不要再打了 然而她的出生又把混混的目光引向了自己 他们黑黑直笑 让女孩脱了就停手 女孩双手紧紧抱着 一股无力绝望感充斥在她的心间 而混子们又把脚一向了林书玉 示意女孩在不做决定 就踩死林书玉 女孩真的绝望了 她的手缓缓伸向自己的衣服 两人健壮走向了女孩 脸上露出令人恶心的笑容 林书玉大喊着不要 可却无力去帮助女孩 就在这时 一根铁棍敲响了旁边的垃圾桶 这动静引起了两混子的注意 来人正是要去打工的王命 王命冷眼看着他们 给他们三秒机会赶紧滚 这话两混子注定不会听 更是让王命少管闲事 可当王命拿着棍棒警告混子们 老子数到山 再不离开那个小女孩 别怪她不客气 凶狠的王命将他们下注 他们本想放弃 不料王命直接喊了聚三 就拿着棍棒朝着混子挥舞而去 顿时巷子里不停传出惨叫声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两个混子们 也是头也不回连忙跑路 黄毛林书玉拍了拍自己的灰 逞强的说王命不来 她也能解决她 王命才懒得管她 手伸向可爱妹子询问她没事吧 可爱妹妹脸红道谢的同时 示意自己没事 却没想到下一刻女孩访问 是王命哥哥吗 文言的王命意外了 好奇女孩怎么认识她 女孩翘脸微红地表示 他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尽管王命不认识她 但她可知道身为学长的王命 林书玉自来熟凑了过来 说他们都是继承了英雄救美的优良效果 王命提笑肉不笑地拍开林书玉的手 然后挥手向他们告别自己要去打工 而漂亮女孩则痴痴望着王命的离去 可当王命没走多久 又一个女孩来到了王命的身后 不过这次可不是什么暗恋 而是掏出刀子想要王命的命 王命听着她话语 认出了是刚开始在欲望世界 带她上车的售票员 本想躲开的王命忽然疑乱 好似有一个恶魔虚影在她脑海出现 不仅如此 她周身也冒出了诡异的绚烂红光 那一句神的低语又传入她的脑海 而就在授票员接近的那一刻 她的匕首将要刺中王命的瞬间 王命突然消失在她的面前 授票员崩溃的大喊 为什么要在这时被选中进入欲望世界 反观欲望世界内 她似乎来到了一个无比奢华的餐厅内 但让王命更加疑惑的是 授票员居然不是欲望世界的NPC 这时其他刚进欲望世界的新人 都在疑惑自己在哪 不过有老玩家的解释下 倒也慢慢地安静下来 此时那名女玩家示意众人 看向自己面前的餐盘 王命低头一看 只见餐盘上有别墅主人留下的纸条 告诉众人这个别墅建在坟场上 需要他们住满十天才能将阴气消除 期间别墅内所有东西都能尽情享用 十天之后才能离开这个别墅 而那坟场两次 另在场众人不禁感到害怕 害怕会有鬼的出现 王命本在思索其中的身影 突然这时有人站出来缓和气氛 说现在的情况并不差 而这个人就是林书玉 还有那个小女孩住姚 外卖小哥站起来反驳林书玉 都住坟场上还不差吗 林书玉喝着手上的穷姜玉叶 反问他住过这么大别墅吗 吃过桌上的山珍海味吗 现在能每每住个十天 离开的最后还能实现愿望 这不香吗 反正也出不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 王命看了没想到这个家伙 调解气氛挺有益手的 在所有人听了林书玉的话大吃大喝时 只有王明英上次的敬老院阴影 他决定去寻找一些线索 当他来到别墅的大门时 确定是真的出不去 而一楼主要分为客厅厨房餐厅和茶室 二楼有健身房电脑房书房等等 以及几间大小不一的卧室 三楼有一个重满植被的阳光房 一个杂物间 一个琴房 一个堆满各种娃娃的房间 剩下的都是空置的房间可以住人 而当王命回到客厅 发现众人笑得无比欢乐 他不禁有些无语 上次进老院的一幕幕 跟这个完全没法比 忽然外卖小哥只向电视发问 里面不会爬出来一个针子吧 话语一出 助遥缩了缩脖子 显然被吓到了 这可爱的一幕 另在场男生忍不住发笑的同时 都对他下保证书会保护他的安全 就在这时 天花板上电灯突然摇晃起来 在众人疑惑不已时 电视紧接着发生故障 当电视画面在出现时 却是一口紧 凉嗖嗖的冷意席卷众人的心肩 不过画面又消失后 所有人这才松一口气 然而忽然一爪子从电视伸出 一个女鬼紧跟着爬了出来 众人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真子 而反映慢一拍没跑掉的女孩 直接就是被真子抓到了 紧接着女孩蹊跷流血想要求救 可下一秒 她的脖子被真子扭断 吓得在场所有人脸色发白 就在他们恐惧地向后跑之时 王命上前拿上电视的遥控器 然后按下了光机的按钮 真子缓缓消失不见 众人如是重负 不停夸奖王命的机制 而外卖小哥被所有人怀疑是个乌鸦嘴 不过看着死去的艺人 也没什么心情在开玩笑 老玩家蒙宇年事宜 在游戏初期死亡率是最高的 只要找到机制避开 就不会有危险发生 王命反驳不一定 如果机制跟电影有关 那么他刚才关电视应该没有用才对 蒙宇年微微点头 接着说真子是外国的鬼 他们接下来还会不会见到 诸如猎口女之类的怪物 别墅的大厅中 猎口女的身影居然真的显现而出 见此一幕 蒙宇年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在其他人瞒着逃命时 只有王命察觉到了蒙宇年的试探 应该只要说出怪物 这个别墅就会把他拒险 而猎口女盯上其中逃跑的一人 笑嘻嘻地询问他自己美不美 可那人别说反清猎口女了 就说他被吓得原地瑟瑟发抖 注定他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猎口女直接一把大剪刀挥下 送他去西天剑如来 然后猎口女又看向其他人 接着询问他美不美 见到刚才的一幕 没有人敢回答 那是头也不回地往别墅上层跑去 王命也是来到其中的一间屋内 然后把门给反锁 不过在听到猎口女的脚步接近 王命掏出恶灵车票准备硬钢猎口女 就在这时林书玉喊了一声王命 见王命被自己吓到 林书玉连忙说应该会没事的 王命文言意外 他们在这的同时 也是反问林书玉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林书玉先是指了王命手中的恶灵车票事宜 他也从之前欲望游戏中得到了道具 那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名字叫做神明序列幸运 此话一出引得王命有些惊讶 而这也是林书玉的信心来源 有了神明序列的幸运 跟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得到幸运的庇护 二楼那么多房间肯定不会盯上他们 可达脸马上到来 猎口女敲响了房间的大门 王命立马质问他 这就是他的幸运吗 下一秒 猎口女用着大剪刀把门解开 然后他的大脸钻了进来 询问在场中人他美啊 林书玉两人顿时吓坏了 王命见状立刻动用恶灵车票 瞬间五彩斑斓的黑缠绕在王命身上 猎口女似乎没有感受到威胁一般 一直询问自己美不美 王命指着他说了句很美 然后抬起右手捏紧拳头 一拳狠狠地打在了猎口女的脸上 这一拳威力都把二楼打他到一楼去 而王命并未结束他的挥拳 继续一拳又一拳打在猎口女的身上 至于其他人看到王命身后的黑影 都有些好奇那是什么 甚至有人说是魔鬼 林书玉当场反驳那些人 他们全家才是魔鬼 区区猎口女有他哥们在算什么 就算来暴君都照样捶报 听着的祝瑶倒是好奇暴君又是什么 一旁围观的人正要给祝瑶解释时 林书玉立马捂上了他的嘴 因为他已经反应了过来 这些鬼物名字是不能说的 果不其然在这时 一双双心红的双眼在黑暗处亮起 解决完猎口女的王命没等松一口气 一张腐烂的脸紧跟着映入他的眼帘 吓得王命惊呼一声 立马挥拳把丧尸打飞他的身边 然而又有更多的丧尸朝着王命扑来 在这个房间的众人连忙向着外面跑去 可爱妹妹祝瑶没有走 而是担心挡在前方的王命 林书玉见状想要去帮忙 拿起地上的碎砖头 发动他的特殊能力神明序列 顿时一个小丑的身影在林书玉上方浮现 而林书玉用力将那块砖头抛出 可砸在其中一个丧尸头上时 却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场面顿时陷入尴尬当中 丧尸们的目光也齐齐地向林书玉看去 就在丧尸将要接近林书玉他们时 王命拿着猎口女的大剪刀 在恶灵车票作用还没有消散之时 瞬间一刀将丧尸斩下 而王命看着丧尸朝着自己袭来 刹内间无数的刀光亮起 划过这些丧尸们的身躯 不到两秒半 屋内已经见不到一个完整的丧尸躯体 王命擦了擦剑在脸上的鞋警告众人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准再提及怪物的名称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 一双雪白的摩托车在路上飞驰 很快这雪白的摩托车 来到了王命被拉进欲望世界的小巷中 雪白摩托车的主人摘下头盔 露出一张英姿萨爽精致无比的容颜 他耳机响起一道声音 询问他有什么发现 黑发玉姐一边走一边看向四周说 根据残留的波动 人已经强迫地进入了欲望世界 另外在这个巷子中 有欲望世界的怪物出没 耳机中的人立马吩咐他小心的同时 再去封锁四周 会马上派人去到他的区域 在过去两个半小时内 死亡人数就达到了好几人 这令没参加过欲望世界的新人们 不由感到恐慌畏惧 更是担忧接下来的十天 他们自己该怎么办 王命倒是一脸平静拿着食物 并一边应付林书裕的搭话 这时王命询问林书裕两人 二楼已经没空房 要跟他去三楼吗 林书裕当即表示王命去哪 他们就去哪 让王命没有注意到的是 那位老玩家蒙雨棉悄悄盯着他看 不多时王命他们来到三楼某处房间 一坐下的王命 就受到了林书裕的讨好 直言想要抱王命的大腿 王命没空听他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 恶林车票的多次使用 对他影响越来越大 沉思片刻的他询问祝瑶 听刚才他们的口气 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祝瑶示意自己是第二次来到欲望世界 不过没有得到神明序列以及道具 王命看向他反问 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种欲望达到极致 才会被拉入欲望世界 所以王命问祝瑶又是什么情况 祝瑶沉默了数秒 才说明自己的情况 原来在祝瑶的心中 一直想让一个人下十八层地狱 闻言的王命想到之前的两个混混 不禁猜测是不是哪个霸凌朱瑶的人 所以也是让朱瑶这次如果通关 许夏拥有自保能力的愿望 然后转头看向林书玉 问他又是因为什么 林书玉顿时哭着表示自己家庭困难 想要为妈妈分担 话还没说完 就被王命打断让他说人话 林书玉便说自己通过两次欲望世界 虽然没有得到任何道具 却明误了神明序列幸运的能力 王命问他两次通关 都没有达成他愿望吗 林书玉敞开大手 那是因为我的欲望十分远大高尚 而那个愿望就是终结这个欲望世界 毕竟他也知道不是什么愿望 欲望世界都能实现的 而小时候妈妈对他说过的话 让他觉得欲望世界就不该存在 所以林书玉飘零半生 怨认王命为义父 只求能抱得王命的大腿 听得王命那叫一个无语至极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瞬间三人神情紧绷起来 直到门外响起一道预解音 说要分享一条线索 王命才打开门看向外面之人 来人正是蒙宇眠 他开门见山说自己有一种能力 可以直接获得一条欲望世界的线索 想要和王命这种拥有 攻击性神明序列的能力合作 王命一听好家伙 这能力怕不是开挂 而蒙宇眠的线索居然是 他们玩家当中藏着一个内鬼 在之前蒙宇眠参加过一次欲望挑战 就有个挑战者是个内鬼 他不断地分化人群 然后暗中下手杀人 要知道蒙宇眠那次 拉入欲望世界的玩家 可是高达三位数 结果在内鬼的稿试下 指驳了四人 而蒙宇眠来找王命 就是想通过王命能力干掉内鬼 尽管蒙宇眠还不知道内鬼是谁 但是能用排除法 王命他是解决了爆发危险之人 所以明显不是内鬼 而蒙宇眠又问王命 对他身后两人了解多少 王命瞥了一眼 示意他们是自己的朋友 文言蒙宇眠暂时排除林书玉他们 因为不论内鬼是假扮还是附身 互相认识的人容易被发现破绽 说到这蒙宇眠裂开嘴角 露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毕竟在场四人都排除了 那么只要把全部的人杀光 威胁不就完美排除了 话语一出林书玉两人脸色瞬间苍白 王命质问他 欲望世界死去现实同样如此 按照这种排除法可是一场屠杀呀 蒙宇眠才不在乎 欲望世界又不是现实 能速通的方案就是最正确的作法 王命想到了他第一次参加的那位孕妇 确实为了活下去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 没有法律约束 任何疯狂之事都可以干出来 见王命似乎被他说服 蒙宇眠兴奋地把手伸向王命 可下一秒蒙宇眠愣住 只因王命又否定了一切 王命说那是野兽做法 而他们是人 哪怕这个世界让勇敢者横死 仁慈者杀戮求生者绝望 哪怕人性的自私与残忍 多于灵魂的波澜壮苦 但我们始终拥有一抹人性的光辉 王命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着离开 但是他不想自己人性被这样淹没 蒙宇眠明白了王命的拒绝 嘲讽王命在欲望世界 仁慈就是最大的笑话 随即他又指向林书彧他们反问 会支持王命他的做法吗 你们可没有王命那种实力 活下来的几率可没有他大 不料林书彧表示异负的做法 就是他们的选择 这可把蒙宇眠气坏了 同时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而王命为了感谢蒙宇眠分享的线索 接下来他会还上一条有用的线索 说完就把大门用力一关 蒙宇眠气到无处发血 大喊着这么做事在等死了 王命掏了掏耳朵不予理会 林书彧两人则崇拜看向王命 王命刚才说的话帅到他们了 林书彧也是好奇王命 为什么会进入欲望世界 王命当然不会说是为了自己的器官 随便说了两句糊弄过去 然后拍了拍两人快去睡觉 他来守前半夜 时间来到深夜 林书彧助遥两人熟睡之时 王命则是查看起自己神明序列的能力 他的能力叫做逻辑链 通过成立逻辑关系 能够临时强化神次等级以及身体道具 其他王命都能理解 他不明白的是神次等级是什么 忽然一道脚步声在空旷别墅响起 也是直接把林书彧给惊醒了 询问王命那是什么动静 王命走向大门前 想通过猫眼查看外面是什么情况 结果外面明明有脚步声 可是在王命眼中却没有人意 正当王命疑惑时 林书彧颤抖指着王命的下 说是在门缝那里 王命趴下低头一看 果然有一双脚 可下一秒 一颗眼珠弹了进来 就这么水灵灵地来到了王命眼前 王命没有被吓到 而是反问林书彧 他的幸运就是让鬼怪找上他们的吗 说完 就一脚把那个眼珠子踩爆了 也就在这瞬间 屋外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也把熟睡的蛀摇吵醒了 下一秒 大门被破开 一道小小的身影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仔细一看是一个破碎的娃娃 面对林书彧询问怎么办 王命二话不说冲向了那个娃娃 并动用恶灵车票加持力量 一拳就把那个娃娃给打爆了 可紧接着 却有更多的娃娃朝着屋内涌来 王命只能再次挥舞拳头 跟这些娃娃战斗在了一起 但是由于数量太多 王命也不可能全部打坏 忽然一只惨白的御手伸了进来 居然又是猎口女 与此同时走廊外 宛若白鬼夜行一般 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对着那些挑战玩家下手 反观王命在解决猎口女后 也是累得不轻 三分钟的恶灵车票时间也将结束 他不明白是谁触发了这么多的机制 而恶灵向王命示意 只要和他达成交易 就会赐予更多的力量 王命直接拒绝 谁知道答应了会变成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老灯 他照样能够解决 林书玉见王命道具失效 也不停地催动自己神明序列的能力 可是却毫无动静 就在一头丧尸将要咬到林书玉时 他的脑海犹如走马灯一般 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 因自己的爸爸后 每天都让自己妈妈把钱交出来 没有就是一顿打骂 甚至有一天 妈妈在回家的途中 被一群小混混欺负了 可他爸爸却拿着谅解书 逼迫妈妈签下名字 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赔款五十万 而这其实是林书玉的爸爸 在欲望世界许下的愿望 只不过以这种方式实现了 之所以林书玉想毁掉欲望世界 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坚定信念 似乎引动了神明序列 一拳就打飞了自己面前的丧尸 但却又有更多的丧尸朝着林书玉袭来 不过并未对他造成伤害 全部被他给解决了 一时间与丧尸们僵持在了一起 这令林书玉信心倍增 看着又有丧尸向着他扑来 本想动手的林书玉 他的脚却被布娃娃给拽住 然后直挺挺地倒下了 看着眼前众多妖魔鬼怪 林书玉心中火热消失不见 大喊着救命 可就在王命惊讶眼神中 祝瑶这小丫头 居然拿着蜡烛台挡在林书玉身前 尽管害怕得全身发抖 也不曾向后退去一步 只因林书玉曾经帮助了他很多很多 在他们躲避反击中 王命知道这样下去所有人都要死 所以在想自己神明序列逻辑该怎么用 他说了一声强化力量 结果逻辑判定不成立 王命又说 因为他很强 所以力量会成倍增长 但逻辑还是不行 王命没有被气到失去理智 他再次述说 因为他经常锻炼身体 所以他的力量变得很强大 而这次的逻辑判定通过 一股强大力量瞬间在王命身体中爆发 周身的妖魔鬼怪 顿时就被王命打飞了出去 看得林书玉两人发自内心的崇拜 此时王命终于明白逻辑链的用法 比起恶灵车票 神明序列的力量显得更加澎湃 他一跃来到鬼怪们上空 拳头轰下的瞬间 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涌进屋内的鬼怪立马被打成了碎片 而王命也准备去外面帮忙 不过发现高手也不少 他们各自拿着欲望世界的道具 抵抗着那些鬼怪们 王命健壮也放心下来 可以专心对付那几个强大的怪物 而这一战持续到了天亮 白鬼夜行才算是结束 而挑战别墅一楼大厅 原本的二十多人也只剩下了一半 至于王命几人 则讨论林书玉神明序列幸运的能力 王命有些好奇他的幸运 能不能对别人生效 林书玉告诉王命可以 虽然这是个被动技能 但在他的念头里 幸运也可以庇护他以外的人 可无论是什么能力都是有代价的 就算是那些道具也一样 而林书玉代价 或许就是他没运 经常会遇到倒霉的事 一时间林书玉好奇王命的代价是什么 王命表示在使用能力结束后 有一头没死透的丧尸咬到他的脚 但是没有牙齿 所以他没什么事 那么根据判断 逻辑链的代价似乎是某种意外 王命也就怀疑林书玉的幸运 是不是可以规避他的意外 文言林书玉一脸笑容 那他们不就是最佳的搭档CP吗 而就在这时 蒙宇玉忽然找上了门 他坦白了自己所有的事 包括他神明序列能力先知 以及他进入欲望世界 是为了复活自己的孩子 第一次蒙宇玉许下愿望 可复活后他的孩子喜欢吃生肉 第二次再许下愿望 虽然变回了正常人 但又患上了白血病 而这一次 蒙宇玉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 变得健健康康的 所以他也是跪下求王命 他身为一位母亲没得选 因昨晚死去的人太多 蒙宇玉不敢保证他一定能熬过去 他来的目的就是求王命 和他一起杀了所有人结束这场游戏 王命没有答应 而是询问先知这个能力 蒙宇玉表示 他之所以知道内鬼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文言王命直勾勾看着他反问 怎么能确定内鬼不是他自己呢 毕竟内鬼就是想干掉所有人 蒙宇玉愣了一回 便明白王命不相信他 王命也是表示 他想杀所有人都得死 可他不想以这种方式通过 蒙宇玉微微点头 独自沉默地走人 至于他自己动手 那也不可能 毕竟也是有玩家能和他抗衡 而接下来只要和林书玉保定 那么就可以利用幸运 避免被恶灵车票吞噬 不过这个幸运能力 王命也是让他去寻找线索 可刚才祝瑶的舍身保护 也是令林书玉很是感动 除了让祝瑶以后不要做外 也是给了他一把防身的踢骨刀 看着他们吵闹的样子 王命叹了一声气 示意还没有乐观的时候 因为昨晚那些鬼怪强度 明显比之前强上很多 王命猜测随着时间的推移 鬼怪说不定会越来越强 到了最后可能连他都打不过 文言祝瑶一脸自责 都是他拖了后腿 王命摇头表示跟他没关系 他已经断定鬼怪出现机制 跟嘴中说出来的没关系 那么昨晚又是谁招来那么多鬼怪 如果是内鬼 为什么不继续弄个更可怕的鬼怪 来把他们所有人都搞了 不过现在王命已经有办法 找出内的内鬼 他让祝瑶回避一下 有话和林书玉说 林书玉见状表示 其实没必要瞒着祝瑶 因为祝瑶他太可怜了 曾经他在学校 水杯里被倒粉笔灰 书包课本被剪碎 凳子课桌被涂胶水 甚至还有人把脏水泼到他身上 而他的家庭比学校还可怕 他的继父很坏 总是想欺负他 真不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都没有黑话 可王命不是要排挤他 而是告诉林书玉 他昨晚说了一个鬼怪的名字 但那个鬼怪并没有出现 所以王命推测 鬼怪出现的真正机智 是在某个人面前说出来 虽然刚开始排除他们三人是内鬼 万一内鬼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内鬼 王命也是让林书玉说一个鬼怪的名字 林书玉闻言立马喊出笔仙 结果屋内毫无动静 王命让他多喊几个看看 动漫看多的林书玉 却喊出两面素挪等怪物 最后都没有出现 于是王命让林书玉出去喊人 招其他玩家一个一个来实验 他不幸找不出这个内鬼 林书玉却询问王命 祝瑶不用是吗 王命反问他 祝瑶那个性格能当内鬼吗 而接下来第一个对象便是蒙宇眠 王命与他讲述一遍规则 就开始了实验 结果很明显蒙宇眠不是 紧接着每个人开始进入到王命屋内 但居然全都不是内鬼 就只剩下了一个祝瑶 没办法王命只能把祝瑶喊了进来 然后询问祝瑶 第一次有人提到暴君 可你并不知道生化危机电影 只知道丧尸 没等祝瑶疑惑王命为什么这么说 外面忽然就有人大喊丧尸出现了 这一幕令祝瑶脸色瞬间惨白 根据王命之前的实验 那么很明显内鬼就是他自己 祝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极力地否认自己是内鬼 王命久久叹了一声气 其实他很早开始就怀疑祝瑶了 只不过没有证据 一开始有人提到了真子 祝瑶你知道真子的故事 或许还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真子出现了 接着蒙宇眠故意提到猎口女 恰好祝瑶你也知道 最后是林玉叔提到的暴君 你不知道暴君是什么 只知道丧尸 所以出现的是电影里的丧尸 而昨晚你睡觉的时候 睡得并不安稳 应该是梦到了什么鬼怪 所以出现了白鬼夜行 面对种种证据祝瑶无法反驳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他自责是自己害死了大家 王命上前安慰他 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 毕竟他自己也不知道 可忽然王命一愣 因为他发现自己说了太多了 本来祝瑶没有意识自己是内鬼 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鬼怪 可刚才那一提 祝瑶就算克制也克制不住 无数的鬼怪剧现而出 蒙宇眠也是拿着电锯破开大门 现在既然知道祝瑶是内鬼 那么只要解决他不就万事大吉了 祝瑶害怕无比 他的身后出现一团团发丝 缠绕上了蒙宇眠的电锯 然后瞬间将他扯断 紧接着一只女鬼出现在祝瑶的身后 可祝瑶并不能控制他 这个女鬼又对着林书玉发动攻击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位本就心存死至的女孩 遭遇过想象不到的霸凌 不仅没有黑话 在得知自己能决定他人生死时 居然会毫不犹豫地抹断了自己的脖子 就在刚刚 所有人都得知了 此次欲望世界之所以会出现鬼怪 全都是源于祝瑶的内心想象 他们想要干掉祝瑶已然做不到 所有人都被鬼怪缠上 而王命自然没有这个想法 他只是想让祝瑶想点开心的事 以求不要再源源不断地出现鬼怪 可让王命不知道的是 从出生到现在祝瑶他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祝瑶想努力地去回想 但出现的却是以诡异面貌的寄负 不仅如此 还有以前欺负祝瑶的那些人 全都通通化作了诡异 实际上祝瑶真正害怕的不是莫须有的鬼怪 而是他的鬼父是霸凌者 他们才是一切恶的根源 所以他们的出现 比之前那些什么裂口女还要强大 这也就导致了其他人 面对这些鬼怪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很快一个接一个地惨死在他们手中 基本只剩下王命与林书玉两人 反观祝瑶听到不断响起的惨叫着声 他痛苦着蜷缩在角落 他不懂为什么每次受伤都是他 他到底又做错了什么 在小时候因为车祸 他的爸爸葬身在火海中 那场意外后他的母亲在婚 本以为能令祝瑶走出失去父亲的痛楚 却没想到这个继父倒不如说是个鬼父 对祝瑶有着不正当恶心的想法 甚至还变本加厉 在祝瑶的房间中安装监控器 让祝瑶每天都生活在怕被侵犯的日子中 这种折磨令祝瑶有了轻生的想法 最终祝瑶下定了决心 决定离开这个令他无比痛苦的世界 然而却没想到意外激活了欲望世界 可实际上生命流逝的最后 祝瑶他想过那些欺负他的人 得知他的死去会愧疚吗 愧疚当初如此欺负一个女孩 后悔将无辜的他推入深渊 可祝瑶觉得他们不会 多年以后这些恶行只会被他们遗忘 一开始在旁观人眼中他遭遇了霸凌 但时间一久 这些人就习以为常 甚至开始从他身上找问题 祝瑶只能默默忍受着 他不会原谅所有人 他不是天生就该被人欺负 就在祝瑶沉浸在自己世界中 外面王命两人可谓是水深火热 连续的战斗下 林书玉体力不知将要不醒了 王命见状只能对着祝瑶大喊 想让他清醒过来 好在王命声音祝瑶听到了 也让祝瑶惊醒了过来 主要原因还是王命帮助过祝瑶 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或者说王命是第一次帮助祝瑶的人 是祝瑶心中的白月光 他没有主动去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 更不可能伤害他的王命哥哥 下一刻 所有的鬼怪在王命面前消失不见 而能做到这种地步 只有源头的想象停止 可祝瑶阻止不了自己的想象力扩散 那么他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后的最后祝瑶看向王命 王命哥哥 我还是很勇敢的对不对 话落祝瑶缓缓向后倒去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祝瑶 王命两人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情不自禁的王命朝着祝瑶走去 可就在这时头顶吊灯砸落 王命的这一步向前刚好避免被砸到 王命也意识着或许是 林书玉的幸运奇效了 林书玉却是亮亮呛呛起身 来到祝瑶的面前 觉得祝瑶还没有死去 他有着幸运庇护祝瑶 怎么可能会死呢 然而事与愿违 这一刀很深很深 伸到祝瑶的身体已经开始变了 伸到幸运也无力回天 令林书玉彻底破防 他明明是神明序列幸运 可到头来身边却是近视不幸 祝瑶死了 其他人也都死了 林书玉悲愤的大吼出声 直到数分钟之后 发泄完的林书玉询问王命 是不是不用牺牲祝瑶 也有其他的通关办法 王命示意可能有 但是他们不可能 在无尽鬼怪里坚持下来 去寻找其他的方法 而祝瑶不想伤害他们 也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人的思想控制不了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进路 王命反问林书玉 还记得刚来这里最开始的样子吗 如果王命他没猜错的话 其实这个场景 就是由祝瑶的内心世界构造而成的 这里本该是他的城堡 林书玉或许不知道 可他知道一件事 才坚持到今天 而那个人毫无疑问就是王命 但是王命却是遗忘了 与祝瑶第一次的见面 没想到现在想起来 却是天人永格 不过王命却觉得 祝瑶还有复活的机会 林书玉得知王命有复活他的想法 却主动劝说不可以 只因通过欲望世界复活的人 根本就不是人 林书玉不愿意祝瑶 那单纯善良的灵魂被玷污 王命又何尝不知道呢 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也就是说可以让神实现两个愿望 王命示意有办法 让祝瑶完完整整复活 接下来王命两人在城堡内待满了十天 城堡的大门打开 也就意味着此次欲望游戏的结束 然而大门前却出现一道庞大的身影 那无与伦比的压迫感 令王命很是戒备 却不料屠夫开口嘲讽祝瑶 居然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这是他在欲望世界见过最好笑的事 王命忍不了 直接开口反驳他 嘲笑别人却不想自己同样好笑 不就因为自身可悲 而无法感同身受 话语自然令屠夫有些破防 可王命却丝毫不拒 因为王命早发现了 他们在欲望世界的经历并不是独立的 并且由于规则的限制 这些家伙并不能伤害他们 屠夫哈哈大笑起来对王命有些欣赏 并告诉他们自己是这栋别书的主人 现在他恭喜王命两人可以聆听神的地狱 也就是许愿 王命示意林书彧千万不要写下复活两字 只见王命两人分别写下 让祝瑶保持原有的善良 让祝瑶拥有美好的记忆 这样能在他不知道地方 他还是原来那个祝瑶 这是一柄新的欲望道具出现在王命手中 仅仅只是握住片刻 王命就萌生出给自己来上几刀的想法 而在欲望游戏结束的最后 屠夫反问王命 想不到知道养老院那对母女有没有得到救赎 这话令王命一惊 他不禁想到养老院背后的怪物 也是眼前这个家伙不长 不给王命问话机会 屠夫表示想知道就自己回去看吧 话落 王命两人被传回现实世界 一只小白猫引起了王命的注意 而他正是祝瑶之前保护的小猫 王命决定收养他 并把他取名为瑶瑶 不过这是一辆摩托车引起了王命他们的注意 紧接着一道脚步声传入王命耳中 当他转身一看 竟然是一位绝美的黑肠职育姐 他自称是神明调查局的调查员 希望王命两人配合他的工作 说着美女就拿出一个手电筒 对着王命两人照了过去 这东西不是什么记忆消除器 而是检查是不是欲望怪物所言 至于接下来王命两人 则要跟着他去神明调查局 不久后的一处审讯室 王命知道了这位美女叫纪小婉 通过交谈王命也知道了 官方为什么隐瞒欲望世界的消息 不仅因为怕引起恐慌 更是因为欲望事件 可以实现人心中的欲望 而首次进入的方式大多以冰死 或某种欲望达到极致处罚 现实中谁没有欲望 就连那些得到高僧也不例外 如果欲望世界公之于众 大部分人怕是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欲望 这就会带来无数的死亡和秩序的混乱 所以王命现在要签一份保密协议 纪小婉询问王命知不知道欲望怪物 原来当极致的欲望扭曲 又或者在实现多个欲望之后 欲望世界将会给予玩家成为执行者的机会 阻止挑战者完成任务 对于执行者来说 他们的任务更加轻松 所以欲望也更容易实现 但代价就是成为欲望怪物 尽管他们可以维持人类的外表 可内在早就变成一个怪物 这些话令王命想到之前的那个售票员 王命便和纪小婉说了 他的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的一些经历 并询问他是不是得罪了欲望怪物 然而纪小婉对于王命的胆大也是第一次见 婉梗玩到欲望怪物身上 他告诉王命 那个售票员估计他身上有避免死亡的道具 因此任务失败之后才活了下来 回到现实世界找他报仇 然而王命还有问题 那就是欲望怪物是怎么找到他的 纪小婉解释 欲望世界是按区域展开的 每个人按现实区域分配 并且欲望怪物受到欲望世界的庇物 所以才找到调查局有些焦头烂额的 至于欲望怪物怎么找到王命的 纪小婉他也不知 说不定现在就已经在王命的家里 王命笑笑不说话 纪小婉还告知了王命一个信息 在欲望世界的时间和现实不是一致的 无论在欲望世界待上多久 现实只会过去30分钟 如果超出30分钟没有回来 那就代表死在了欲望世界 说完纪小婉示意王命签下保密协议 就可以走人了 然而这是王命未料到的 毕竟一般按小说流程来说 不是要邀请他加入调查局吗 纪小婉无语看着王命 加入调查局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 纪小婉询问王命一个问题 如果他受到敌军袭击 只剩下他一个人活下来 并且敌人接近他不足200米 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王命简单明了地说自己会撤退 纪小婉否决了王命的答案 应该是立马告诉指挥部的情况 然后申请以自己为目标 向前方200米进行地毯式轰炸 同理他们现在面对欲望世界诞生的怪物 相当于和异界的战争 所有的调查员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如果王命愿意为和平牺牲 那么调查局欢迎他的加入 王命没有那么大志向 所以和调查局无缘 来到外面看着一起出来的林书彧 王命询问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林书彧表示自己要去找女朋友 而且还是一个富婆 这可把王命震惊得不轻 王命告别了去找吃软饭的林书彧 他带着自己怀中的小猫 来到了一家宠物医院 为这个曾经流浪的可爱小家伙 一聊喜护什么的一条龙安排上 刚刚有主人的瑶瑶很不安 王命立马摸着他的头 示意自己不会不要他的 等医生带瑶瑶去治疗 王命则来到店外接听老板的电话 也不是炒王命鱿鱼 而是告诉他整条街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锁了 等他通知再来上班 可就在这时售票员又找到了王命 他摘下墨镜让王命更好地认出他 然而下一秒 他整个人化作一个丑恶的怪物 他的头发跟着变异 就宛如食人花一般 王命当然不打算束手就擒 忽然一道轰鸣的机车声响起 售票员如惊弓之鸟 不再对王命动手 而是转头的飞快跑路 紧接着季小婉驾驶着机车赶到 酷酷地询问王命没事吧 然后就看向自己手中的仪器 这个是能探查欲望怪物检测艺 可惜季小婉婉来一步 他表示既然那个怪物已经盯上他 那么他就当幼儿好了 在解决掉那个欲望怪物之前 季小婉他决定和王命住在一起 文言的王命兴奋了 毕竟一味有着雪白大长腿 吸腰挂着硕果的顶级大美女要和他同居 这种是王命百分之一百的愿意 在摇摇治疗完毕 王命便带着季小婉回到自己家中 立马他的浴室就被霸占了 一天的工作让季小婉忍不住想洗澡 不多时等季小婉出来 王命看着他那清凉的穿着 他的鼻血非常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而季小婉也毫不避讳在王命身旁坐下 王命有些好奇季小婉进行了几次欲望挑战 却不料季小婉多得数不清了 忽然季小婉询问王命好看吗 王命顿时扭头看向电视想要转移话题 季小婉让他别装了 从刚开始在他的大雷和腿上的目光 就没有停下来过 话语一出王命非常的尴尬 季小婉喝了一声男人 不过他表示王命只要继续欲望挑战 总有一天会遇到与美女相关的场景 到时候他们个个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然后对着他头怀送抱 季小婉反问王命这诱惑能忍住吗 而且听说连瘦尔娘都有 王命没想到有这种挑战 顿时就觉得自己运气太差没遇到 季小婉目光贴向王命质问他 对这种挑战很期待吗 王命正气凛然说自己不期待 就是想挑战一下磨练星星 与此同时那家为瑶瑶治疗的宠物医院 那个欲望怪物售票员找上了门 他对王命无比的憎恨 所以只要和王命接触有关系的 都要去死 要说他为什么这么恨王命 不仅仅只是因为损失了保命道具 这还要和售票员过去的经历有关 曾经的他貌美如花 被人人追捧为笑话 那年他刚刚毕业踏入社会 与自己的闺蜜应聘上了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出色的学历和外表 能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可结果往往背道而驰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然而他却慢慢地发现 各方面不如自己的闺蜜 不仅工作非常轻松 几个月居然就升职成为了他的领导 女孩想不明白自己哪点不如他的闺蜜 直到有一天 他意外撞见了闺蜜跟董事长间的卧容 女孩这时想明白了也长大 没过多久 他就凭借自己出色的美貌身材 挤掉了闺蜜成为董事长的新情人 公司每个人都对他尊敬有加 他不需要在每天加班工作 只需要美美地打扮自己就行 女孩享受着这一切 认定了选择大于努力 可是有一天 他情人的身份被董事长夫人得知了 而这一天也是他人生坠入黑暗的开始 他的出色容貌被董事长夫人用硫酸毁掉 公司也随便找了个理由辞退了他 那位董事长也从始至终没有出现过 绝望之下他锁紧门窗 打开家里的煤气罐 本以为要赶赴地狱 却没想到激活了欲望事件 所以他活了下来 这次他本能轻松完成任务 结果被亡命赶下车 不仅任务失败也便不回原来的样子 而且要不是有复活道具 他就真的死了 突然清脆的脚步声响起 一位红发女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怜悯地对他说真可怜 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力量 可怜杀的人都做不到 售票员做出戒备神色 显然不认识红发女人 而被质问是谁的红发女人 神情略带猖狂傲慢地说 我是红桃倔 但售票员并不认识 让他有什么话就直说 不要装身弄鬼的 红桃倔却却开始阴阳怪气 说售票员现在不仅被调查局盯上 再等王命经历几次欲望事件 倒是怕是他反倒成为王命的猎杀对象 叶小姐你妈妈难道没教过你 吃饭要趁热杀人得趁早吗 说着红桃倔来到售票员生前 示意自己可以帮助他 只不过需要付出一点点代价 等待时间来到第二天 纪小婉收到宠物店出事的消息 也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命 他去过的宠物店里 不管是动物还是老板员工都死了 并且调查局查到异常 此次的袭击或许跟新世界组织有关 那是一群信奉欲望之神的邪教 他们认为欲望之神 既然能够实现人的欲望 那自然就能创造出一个 没有欲望的新世界 而王命这些没有加入调查局的人 也是新世界吸纳的目标 可纪小婉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请新世界的人吃花生米